在卡塔尔首都多哈,老上海算得上当地比较有名的中餐馆。 最近老上海又火了,但这次火与餐馆无关,而是小主人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。 在小组赛澳大利亚对阵丹麦的赛场上,尤胜安作为开场小球童,牵手澳大利亚队球员入场。 他也是当时场上的唯一一个中国面孔。 近日,记者在老上海见到了9岁的尤胜安,他也特意穿上了当时的那套衣服。 对,这个衣服,就是这样子。 我一开始的话,进场的时候,我就很兴奋,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大家一起欢呼声,然后看到我, 然后我就一开始知道电视都能看到我在这个画面中,然后我就感觉很兴奋,因为我第一次上电视。 尤胜安回忆,比赛当天,他们提前五个小时就到达球场,反复排练,领取装备,换上球衣,整个过程颇为复杂。 在球员通道时,他才知道,牵手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13号球员阿龙穆依。 一开始的话,我想问他名字,但是他不理我,又有点不好意思,然后就看他后面的名字。 尤胜安出生于卡塔尔多哈,虽然六岁时就接触过足球,但他更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。 他从四岁就开始练习乒乓球,现在每周还要训练三次,每次时长两个小时。 其实他能当世界杯球童,与乒乓球的经历密不可分。 开赛前,大力神杯的巨型冲气装置,火光四射, 十分耀眼,这让小圣安在心中买下一颗做职业球员的种子。 他立志练习乒乓球,参加奥运会。